3. 愛像什麼 愛像什麼 我總共要比我高 不能太矮吧 然後你突然想談戀愛了 你就遇到一個人 突如其來的表白 我愛你 然後我想跟你結婚 他的出現其實挺意外的 一般長得帥得都像那種渣男 然後後來在一起呢 我還發現一個對的人 比一個對的類型更重要 之前呢 我真的是一個廚藝非常糟糕的人 然後他說 萬一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怎麼辦 那我教你吧 因為我們倆相差的年齡蠻大的 有二十一歲左右 吃飯了 剛在一起前兩年的時候 我們都是異地戀 一共寫了三四百封信 然後信的內容也是分享了很多 自己一些情話 還有一些未來的暢想 現在看的信件 覺得有點膩 一百天的時候 他送了一塊寶磚 上面寫著 願我們的愛情堅如寶磚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的時候呢 狀態就是真實的 有可能早上起來的時候 蓬頭勾面的 然後問我今天穿什麼 我說那你會穿個T恤的 然後問我穿褲子穿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很依賴我 就這一刻我覺得 就是想跟他共度一生的感受 愛的定義 對於我來說 有可能是 讓對方幸福 就好好的生活在一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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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